大家都帮我平平礼吧,真的没见过这样的公婆,既然抢大儿媳的房子给小儿子当婚房,她这么做真的太没良心了,天底下哪有这么偏心的父母。 你这个不要脸的坏女人,你最好给我滚到一边去,今天可是我小儿子的新婚日子,你要是想出来闹事,把婚礼搅黄,我一定会让你吃不完兜着走,不信你就试试。 大家先稍安勿躁,我这个大儿媳不明事理,再胡说八道,请大家不要见怪,不过说到这房子,那可是我们老两口省吃俭用,供我大儿子上大学后,为了报答父母养育之恩,给我们老两口买这房子养老的,我们现在和小儿子生活在一起,她为了结婚生子,拿这个房子来当婚房,难道有错吗? 我这个大儿媳就是见不得我们过得好,她平时都对我们挑三拣四,腰五喝六,不把我们当成长辈,我们也没怪她,但是今天可不一样,今天是我小儿子新婚大喜之日,她竟然赶出来纠缠闹事,真是太不懂事了,还请大家不放在心上,主要是大家开心的吃好喝好,才是最好的。 对对对,说得很有道理,小敏呢,不是我说你,作为女人,可不能不分场合乱说话,你能嫁到这么一个好老公,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,你要懂得知恩图报,善待公婆,理解兄弟之间的感情,要多多包容与帮助,不管怎么说,都是一家人,一家人不要说两家话,以后要懂得孝敬公婆,包容体谅老公,才是真的。 确实是这个理,本来作为儿媳,孝敬公婆,那是天经地义的,你这样也太没有教养了吧,亲家公,你就放心吧,将来如果你大儿媳不给你养老,我女儿嫁给你小儿子后,她一定会孝顺你们的,给你养老一辈子。 你们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卖,就不要乱指责好吗?我先把事情真相告诉你,你们再说也不迟。 刚才我公婆说的省吃俭用,供我老公读大学,你们脸皮真是够厚的,这种功劳都能往自己身上来。 我记得刚开学的时候,公婆只给一千八百块钱的报名费,这些钱都是我老公三年高中寒暑假上工地做零工挣的。 当时公婆以她年纪小不懂存钱为理由,把三年暑假挣来的钱全部要过来了,美其名约是替她保管。 但是后来等我老公考上大学,向他们要回那些钱的时候,他们竟然说那些钱都用完了,现在没有钱了。 当时我老公真的忍无可忍了,说要起诉他们,他们这才不得不拿出来这个钱。 我老公上大学的所有费用都是自己寒暑假去工地搬砖赚来的,有时候晚上还会去饭店刷盘子呢。 四年大学,公婆也没给过一分钱的生活费,可是你们的小儿子上学逃课不好好学,最后没有考上大学,这能怪谁呢? 后来我老公毕业参加工作后,你们就以各种借口让他为你们付钱,出国旅游,各种高档服装,金银珠宝,各种家电,甚至是养生补品等等。 这些全部加起来,一年下来起码有十万左右。 而我们住在两人的出租屋里,我们每天省吃俭用的攒钱买房子,这才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 当初我们买这个房子还欠很多钱呢,我老公为了多赚点钱,现在还在外面陪客户应酬,他们却抢我们的房子给小儿子做婚房。 难道我们的钱是被大风刮来的吗?你们凭什么这么做? 公公听小米说完这些,就恼羞成怒地给小米口耳光。 刘小米,你这个没有良心的臭女人,你给我闭上你的臭嘴,竟然在这里胡说八道,大家不要听她胡说八道。 我可警告你,我要是没有房子结婚,我就不认你这种嫂子。你想破坏我的婚礼,我一定好好收拾你。 随你怎么说,就算你打我也没有用啊,我说的都是实情。 但是,我现在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,前几天我已经联系中介把这套房子给卖了。 今天就是和业主约定好收房子的时间,我劝你们现在收拾东西赶紧走。 你这个臭女人,没想到你这么歹毒,竟然偷偷把房子给卖了。 今天是我小儿子的新婚之日,这可是我们家的大喜之日,你却天天故意闹事找茬,你真是好狠心。 你小叔子婚姻破裂对你有什么好处,他可是你老公的亲弟弟啊。 你这样做会遭报应的,我可告诉你,我小儿子刚和小儿媳领结婚账,如果你把他们的婚姻弄泡汤了,我绝对让你吃不完兜着走。 哟喝,你口气还真大,由衷你就收拾我啊,谁规定只有你能算计我,我就不能算计你们,我三番五次跟你商量,让你们收拾东西搬出去。 可你们就是不听,执意霸占我的房子,把我的话刀耳边封,既然是你们先不仁,那就别怪我不义了,今天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场,刚好见证你们的不仁不义。 刘小米,我劝你适可而止,不要做得太过分了,你现在马上通知对方不要过来收房,跟他们说这房子不卖了,我可警告你,我小儿子的婚姻要是因你卖掉房子而搅黄了,我这辈子跟你施不两立,你今天敢让我丢脸又丢人,我就让我儿子跟你离婚,看以后谁还娶你这个黄脸婆。 哟呵,真是好大的口气啊,谁怕谁啊,我还真不是吓大的,我告诉你吧,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,这套房子我早就卖了,而且过户手续都已经签字盖章了,我劝你们还是赶紧收拾东西走人,如果你们还要继续霸占别人的房子不走,到时候别人可没有我这么好说话了。 刘晓敏,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儿媳妇,简直欺人太甚了,你有种就给我等着,我现在就叫我大儿子回来收拾你,不给你一点颜色看看,你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了,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的。 刘晓敏,我叫你一声嫂子,那是给足你面子,你可别给脸不要脸,到时候我哥打你,我可不救你。 于是,婆婆马上给小凡打去了电话,二十分钟后,小凡匆忙赶回来,随后买房的人也来到现场。 儿子,你可算回来了,赶紧收拾你这个恶毒的老婆,马上和他离婚,否则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,这个胆大包天的臭女人,竟然把你弟弟的婚事搅黄了,我看他要反了天,你赶紧给我收拾他一顿,再把房子要回来给你弟弟,然后你就和他离婚,让他净身出户,像他这样的臭女人,咱家不要。 爸,你什么都不用说了,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清楚了,这件事真的不能怪我老婆,我们在外打工十年,省吃俭用攒钱才买了这套房子。 你居然让我把房子白白送给我弟弟,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要求我,我难道不是你亲生儿子吗?从小到大你们都是偏心弟弟,不管他做什么,你们都支持,他想要什么你们就给他什么。 我是个当哥哥的,我不和他计较这些,因为你们想偏心谁不是我能决定的,可是我自己买得的房子,你为什么也要拿给弟弟呢?你们真是太偏心了。 你们觉得这样对我公平吗?当初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还差五万块钱,我厚着脸找你们借钱,你们死活就是不肯借,但是你们转手,就给弟弟买一辆车。 哥哥,今天既然还想抢走我的房子给你小儿子,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,哪有你们这样父母,今天的事你叫我来也没用,现场都是亲戚朋友,新房主要收房子,你自己想办法收场吧。 儿子,我真是没想到你竟然也这么狠心,难道你就不怕兄弟感情破裂吗?不管怎么说,他可是你亲弟弟啊,你不帮忙也就算了,还这样落井下石,今天你弟要是没有房子,这婚也结不了,你就眼睁睁看着你弟弟光棍啊。 爸,你别再道德绑架我了,说句实话,这么多年,我对咱们这家人已经仁至义尽了,但是你却从来没有把我当成自己亲生儿子看待,难道你一点不觉得那就后悔吗?我真怀疑自己不是你们亲生的。 哎哟,我的好儿子,你这是说的什么傻话,千万别怀疑自己,你当然是我的亲生儿子,今天的事你都没有给我台阶下呢,好歹我也生你养你三十年,你总不能这么铁面无情啊。 这一切都是你活该,是你自作自受,就不要怪我铁面无情啊,你也看看你自己,你自己干的那些缺德事还少吗?再说了是你先不把我当儿子看的,我这样反击也没错吧? 我才不管这些呢,反正这套房子不能卖,你必须给我要回来,否则以后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,我要跟你断绝关系。 好啊,既然今天你也开口了,我就成全你吧,你给我记住了,大家也都听好了,从今天开始,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,我以后不再是你的儿子,以后你就和你小儿子一起过吧,我会每月给你五百元生活费,其他的东西你就不要想了。 好了好了,你们就别再啰嗦了,我可没时间听你们在这说废话,你们有事就回家说去。 我只是来收房的,你们再不走,我就叫保安过来了。 就这样,公婆只能带着亲戚朋友狼狈地离开了。 小儿子的婚礼就这样解散了。 小敏,现在好了,他们都走了,我已经成功完成任务了,如果没什么事那我就先走了。 但是我看你公公这么凶,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是假扮的,估计他会回来报复的,你可要小心点。 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,这些还是以后再说吧,但是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们,改天一定请你们吃大餐。 没问题,那我们等候你的佳音,那我们就先走了。 他们都走后,小米忍不住对老公说道。 老公,我总是感觉不对劲,你爸跟你弟弟是穿一条裤子的。 反过来,你爸对你真是天差地别,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我总觉得你不是他亲生的儿子,要不你去测一下吧,测测心理也能安心一点。 老婆,这不可能吧,你是不是想多了,这种事可不能随便怀疑的。 其实我小时候爸妈对我还是很好的呀,就是弟弟出生后体弱多病,所以爸妈偏爱他厉害点,后来就越来越忽略我了。 老公,我也只是有点好奇罢了,你就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吧,咱们就偷偷去测一下。 我真的想不通,哪有父母偏心到如此地步的。 你说的也有道理,那好吧,我明天就去测一下,也好让你也死了这条心。 事情过了四天,爸,大哥大嫂好深的计谋,我们被大哥大嫂骗了,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卖的房子,那天的两个房主是大嫂的朋友假扮的,他们这是提前算计好的。 你说什么,真是岂有此理,竟然被两个大逆不道的家伙骗得团团转,我长这么大,还没有人敢给我这么大的气瘦,我非要出这口恶气不可。 他们这是故意害你刚结婚就离婚,看来如果这次不好好收拾他们一顿,我都对不起老祖宗,你放心吧,我一定把你失去的东西统统要回来的。 这边商量着怎么重新要回房子,那边当小凡和小敏拿到检测报告后,当场傻眼了。 他万万没想到,他和父母竟然真的没有血缘关系,接下来他们何去何从,公公婆婆又怎么报复呢?